iPhone概念股 因为刚才也说到 昨晚苹果一如市场预期 举行了发布会 还有推出了iPhone 13 继续维持四款机型 价格是5999至1万3千左右 说完了 主要的新功能都是在拍摄方面 无论是拍短片和拍照方面 都说功能会提升 Jason 你看完之后会否换机 我觉得iPhone来说 本身用开 我自己申报我自己都是用开iPhone 基本上有iPhone4的年代 都用到现在 如果你说本身iPhone 真的用到差不多了 看见好像电池已经 又很慢了 有些东西不能更新 基本上都选择你换 因为iPhone本身大家都知道 它最厉害的地方 就不是手机 其下它那些整体OS的系统 iOS 譬如一些资料 一些contact 你储存了 如果你默默然 你不用iPhone 你转到Android机 那你convert那一刻 其实都很烦 而且用惯了 真的很难去转 最难的地方 就是你不想把这些资料 转来转去 如果你純粹换iPhone 你把东西放进去的cloud那里 你一下立刻 convert下去 就很简单 真的很快 真的很快 所以我自己觉得 iPhone去到今时今日 的loyalty是很紧要的 那个stickiness 那个stickiness是没错的 就是你用开的话 就很难会转 所以很多时候 你看到iPhone的发布会出到来 看一些评论 说没什么惊喜 好像新机 看回今次来说 似乎upgrade的元素 不是特别多 但是就不要看少 只要你说iPhone 出到来的那些新机 不是说有什么惊客的话 那我都相信 总是会有一些所谓的 刚成需求 像你说香港买楼 那样 为什么 跌极都跌不下去 为什么一些人说 楼价贵 但是还是买 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我都相信 iPhone有它的特色 还有因为 可能在三四年前 大家你说不买iPhone 但是都是想追求一些 比较高端少少型号的机 就会选择三星 但是如果你说 看这两年里面 三星那个市场份额 都慢慢是缩锁的 而且你看到三星近期 出一些高端的机 其实都口碑是差了一些 所以变成其实苹果又少了对手 你说之前可能 华为崛起的 都对苹果有点威胁 但是现在华为 这一年里面 又都没有新机出 受其他东西影响 受很多因素影响 所以我认为iPhone的 需求仍然会很扎实 还有应该有很不错的增长 是的 其实印象中 之前很多年推出新iPhone的时候 其实香港来说 都有些苹果概念股 都可以炒起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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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